11月23日,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去世,终年90岁 离另一位前总统卢太渝去世,还不到一个月 全斗焕是韩国历史上急剧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在其任期内实行新军人权威主义的独裁统治,镇压民主运动 不过在全斗焕时期,韩国经济发展良好,中产阶级崛起 在外交方面,朝韩关系有所改善 由于全斗焕积极发展对外关系,韩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 然而对于大多数韩国人来说,全斗焕算不上什么好人 只有部分极右翼人士对其统治有好感 1931年,全斗焕出生在一个韩国农民家庭 小时候曾在吉林生活过两年 1952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 1955年毕业并以少卫身份入伍 后多次被派往美国集训 1961年,全斗焕遇到了人生中的大事516军事政变 韩国陆军第二军副司令朴正熙等人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 自此开启了朴正熙18年的独裁统治 以及长达32年的军政府时代 在此事件中,全斗焕全力支持朴正熙成为了朴正熙的亲信 并被唯以重任 此后,全斗焕不断组建党与拉帮结派 成立一心会,将势力渗透至军队各个部门 在朴正熙的器重下,全斗焕不断升迁 在1979年,被提拔为鄙视韩国的情报部门 国军保安司令部司令官手握重拳 1979年底到1980年,可谓是大汉民国的多时之秋 10月26日,朴正熙遭中央情报部长官金仔归刺杀 同时民主运动、工人和学生运动席卷全国 时局动荡 借此机会,全斗焕于12月12日发动双十二政变 独揽韩国军政大权 但民主社会运动愈演愈演 到了1980年5月17日 全斗焕下令宣布全国扩大戒严 也被称为517政变 戒严令禁止了所有的政治活动、国会活动 以及对国家元首的批判 金大中和金永三等反对派领袖遭到逮捕 大学被勒令停课 国会被卢太渝的首都警备司令部封锁 5月18日,惨剧发生了 全斗焕派出空降部队赴光州武力镇压民众示威活动 造成数百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 事后2700多人遭到逮捕 其中包括26名政治家 光州事件成为了韩国的血泪史 2007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华丽的休假》 也是基于此次历史事件为背景的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光州事件5个多月后 已是韩国第11届总统的全斗焕 修宪并成立第5共和国 1981年2月当选韩国第12届总统 为了维持政权 全斗焕采取了各种残忍到令人发指的手段 三清教育队就是最臭名昭著的措施之一 这是1980年韩国国家保卫紧急对策委员会 以净化社会为由 在军队内部设立的一个矫正机构 约有6万多人被收入机构 其中包括上万名未成年人 以及大量的社会活动家 入队者往往受到精神和肉体的虐待 有54人在队内服刑期间死亡 397人出队后死亡 精神障碍者达2678人 而据民间组织估计 真实数据要远高于此 1987年韩国爆发6月民主运动 全斗焕下台 卢太渔继任成为韩国第13任总统 1988年针对全斗焕的清算开始了 他的亲信接连被捕 他本人发表谢罪声明 并辞去一切公职 只是这并没有什么意义 愤怒的韩国民众要求公布 一系列事件的真相 1996年8月26日 汉城地方法院 今天的首尔地方法院 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 谋杀上司未遂罪以及受贿罪 判处全斗焕死刑 1997年的4月17日 韩国大法院以军事叛乱罪 内乱罪和贪污受贿罪 判处全斗焕 无期徒刑和追缴2205亿韩员 不过时任韩国总统的金永三 在征得后任总统金大中同意后 特赦了全斗焕 到了全斗焕晚年时期 他身禅各种官司麻烦不断 后来以阿兹海默证为由拒绝出庭 很多人并不相信 因为他被看到过和朋友一起打高尔夫 2017年全斗焕出版了回忆录 其中提及了光州事件 但引起了争议 被指控为损害死者名誉 后来光州地方法院裁决 禁止他继续出版回忆录 后来全斗焕于2018年继续遭到起诉 几年间多次出庭受审 不过现在看来 他本人是等不到案件的判决了 2021年11月23日 全斗焕颇具争议的一生结束了 有意思的是 全斗焕 卢泰于金永三金大中 分别成为韩国的第12 13 14 15任总统 而他们去世的顺序 则是完全反过来的 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 尤其υχ 尤其兽 尤其免 尤其养 尤其兴 self